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风过后 海岛的天气变得酷热难当 海上的风浪也愈假变化无常 但是一个更加紧迫的状况摆在了大家的眼前 饮用水出现了危机 运送淡水和挤养的船只虽几经努力 但还是难以抵挡太大的风浪 不得不中途被迫返航 这是保护区运送吉仰的朋友发来的信息 他们去离海岛只有一千米的时候 还是被风浪截了回去 那一刻 不论是船中人还是岛上人 心情同样都用着难以名状的挫败感 经过几天漫长的等待 这天下午 保护区的朋友们终于把淡水和吉仰运送过来了 看着被大风浪甩来晃去的补给船 那一刻 岛上的人员 感动了 其实 大家都在做这一件极其富有意义的工作 虽然这其中暂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但是比起保护宾威物中的这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来说 此刻的困难 只是通往成功彼岸的绊脚石 风浪很大 大家迅速转运淡水和食物 看一点大门人 咱们没遇见过这么大门 这纸铁都是这样 这一个礼拜都是这样 这个落子 它没这么大门 是 我们都看见了 您说是从那边都过不来 是吧 对 过不来 真的 我们是从大楼村里的东西向的 一定要往大楼围去 这那个绕过来 下回这围去的 哦 从巷走嘛 我看见像是从那边过来的东西 都可以了 那个 其中那边的风向 那个老的 老的 老巷 让它走向 哦 生活用水是收集的雨水 灌装到岛上临时的水桶中注存 事后 保护去的工作人员谈及送水的经历 才更多的了解海上的情况 表面看似平静的海面 有时会暗藏强势的海流 影响航行 由于燕鸥遗失海边 拍摄距离和条件都受到较大的限制 尽管使用长焦距镜头 能够拍摄海边燕鸥活动的情况 但是真正近距离拍摄燕鸥活动的细节 却不能得以实现 设置组试着把小型摄像机 安装在海边礁石附近 但是后来发现 由于陌生物品的出现 小燕鸥并不会靠近 摄影师周国海想到了一个办法 利用仿制的燕鸥模型 在胸部开了一个小窗口 将小型摄像机隐藏在其中 大家期待着拍摄工作能够有意外的收获 用燕鸥模具改装的摄像机 果真不负重望 拍摄到了更多的中华凤土燕鸥 雏鸟的宝贵尽 几百只小燕鸥聚集在海边 一些有经验的成年燕鸥 则负责对他们进行教导监管 一方面集中教授飞翔技能 一方面确保幼体安全 看来负责教授飞行的教练颇具办法 看到小燕鸥疲惫的时候 他们会带上美味可口的食物做诱饵 先行飞上一圈 然后在远处等待 似乎再说 水先飞过来 这条鱼就是它的了 除了教练以外 大部分成年燕鸥们 则统统负责出海觅食 并逐渐恢复体能 这样先进高效的社群运作模式 既为迁徙做足了前期准备 又同时确保了充足的食物来源 维纳夫妇并没有得到监管任务 于是他们和其他成年燕鸥一起 不忘在觅食的闲暇 只身于海水中息息放松 燕鸥也是游泳高手 这也是第一次捕捉到 中华凤头燕鸥 游泳的尽头 游泳的尽头 七月正至夏末时节 小岛上开启了成片的幻景花 梦幻般的花朵 随风摇曳的芦苇 给小岛增添了几分 铜画的色彩 燕鸥的繁殖季节 已经进入到最后阶段 大约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 他们就要向南前行了 岛上的监测人员 也在考虑另一个问题 现在你看很多小鸟呢 都真的在学飞了 所以我想今年开始的 我们希望能够了解 他们的迁徙 解开那个到底 那个中华凤头燕鸥呢 它在哪里 那个月东 这个谜 那么对于这些小小的燕鸥来说 经过了这个孵化 两个多月之后 总算可以练习飞行了 但是我们对于燕鸥这种鸟 它的迁徙路线并不是很了解 所以你要想给它定位 或者了解相关的信息 就很困难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给它们来做环制 但是没想到啊 这个做环制的时候 也遇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这些日子 小岛上迎来了 来自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 罗丹教授等鸟类专家一行 它们要利用燕鸥即将迁徙的宝贵时机 进行鸟类环制工作 它们一上岛 就遇到了一个极其棘手的难题 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燕鸥将自己的营地 建立在了十分倾斜的海边礁石旁边 接近它们 十分不容易 由于海岛上大部分雏鸟已经会飞了 环制就是要抓住这个世界 在不伤害燕鸥的原则下 利用一小部分燕鸥还不会飞翔的时候 为它们进行环制 2014年间 陈水华与国际鸟蒙的成员 曾经来到中国鸟类环制中心 与这里的专家专门讨论这项工作 燕鸥集中在海岛边缘 在北美的时候它有很多黄制燕鸥的经验 但是它们基本上都是平凡沙糖 还没有碰到过这么写的一个海藻 这种选择 对 是 它们的挑战 Yeah But I see Chinese Crested Terns down there Yeah In with lots of greater Crested Tern Chicks Yeah I think they've had a good season Yeah We need apples from there Yeah Yeah And go close to the water and very slowly move them up, up here where it's flatter Yeah And we can capture them here Yeah, yeah 太危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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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你拿到這裡 多少錢 難以說多少錢 不如能飛 如果我們押忍 罗丹教授认为 一切缓制工作的推行 都要以确保燕殴自身的安全 为第一要素 所以他们决定先在岛上 建立一个伪装的围岛 然后利用船只 从海上和海岛两侧 进行围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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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指标 中华凤头燕鸥又是海鸟中的旗舰物种 而缓制工作的意义就在 找寻和了解它们的生存现状 找到威胁其种群的因素 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拯救和保护措施 缓制工作只是一个插曲 燕鸟们又恢复了飞行训练的状态 维纳夫妇留意着它们的宝贝小鸥陆地训练的情况 小岛的一侧近海处 这个由两块礁石相对隔离而成的天然凹形海面 自然成为了小鸥和她的小伙伴们出世身手的试飞场 对于小鸥来说 今天是她生命中重要的日子 因为一会儿她将第一次完成跨越飞行 就连这时飞到了小鸥身旁 用鸟类特有的语言 对她进行着耐心的鼓励 维纳夫妇此时和其他成鸟一同 密切留意着小鸥的情况 看得出来 小鸥还是胆怯了 她沿着海边躲着小碎布 实地测量着距离 而小鸥的身后竟然跟来了一群和她一样胆小的小伙伴 第二天一大早 小鸥又一次站在了起点处 她可能还太年少 年少的她可能还不会明白 生命旅途中真正的困境都是只能靠自己去体验去解决 而只有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困境 才能够促进他们个体生命的延续与种群的演化 成鸟再次把不能飞和不愿意飞的小燕鸥集中在一起 成鸟们知道 下去秋来 四季更替 从不等待 这里每天都上演着成功与失败 如果再过些日子 小鸥和她的小伙伴们还不能学会飞行的话 也许他们将会葬身于这片礁石之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只小燕鸥羽衣丰满 但是她很可能在练习飞行时意外的受了伤 炎热的夏季晒得发烫的礁石 如果得不到水和食物 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自然界是无情的 生物间会相互制约 灾难说来就来 生存的机会顺其万变 小鸥再次站在了这里 看得出来她依旧胆怯 站在跳台 小鸥仿佛是在生与死之间 做了一次鼓注一致的堵注 金螂 ant草 indeed 跑 меч 海底 是 好 还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爱的小鸥跨过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第一道关卡 维纳夫妇终于可以在即将到来的迁徙期中 放心地带着她一同离开铁顿岛 飞向更高更远的天际 2015年这个夏天 科学家第一次在中国的九山猎岛 五支山猎岛和马祖猎岛 同时记录了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情况 三底共成功繁育了24只中华凤头燕鸥雏猎 整个种群数量首次接近百只 为这一极度冰尾鸟类的拯救和种群恢复 带来了希望 从古至今能够进入到我们人类的文章诗词当中的生物 鸟恐怕是最多的 它赋予了我们人类无穷的这种移情通感的想象余地 我们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也附加在鸟的身上 尤其是表达我们对于自然的珍惜 对于远去的人的一种思念 我们都会毫无疑问的首先就想到鸟 那么我们在制作这个纪录片的时候 也了解到中华凤头燕鸥 或者说凤头燕鸥这个群体 它作为一个旗舰物种 可以说它的兴衰也标志着海鸟的兴衰 同时也会影响到海洋的整个生态环境 所以这样四集短短的纪录片 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不仅仅要关注这种极其宾威的生物 而与此同时也能唤起我们更多的保护地球 保护自然界 保护其他物种的意识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